一开始其实只是一个 我岳父他在当地宣教 那我常常都跟人家讲 宣教过程不可能只说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你肚子饿死你家的事我先走 所以一定很多宣教士会开始 挖水井或者盖学校 我岳父也是如此 那是我们非洲的学校的孩子 里面双脚都窥烂掉 然后我们才知道有沙澡 就是虫会钻到那个脚趾缝去 然后开始窥烂下蛋 所以我就开始在台湾收集 这些鞋子 我的海报 我做了一张海报 上面写救鞋救命这四个字 海报就被传到几万个人手上 然后网路上面广传 然后结果隔天早上 十几台游许的车 或者是那种到货运 新出货运 全部都到我们家门口 倒鞋子进来 就整个家塞爆 然后就变成救鞋救命的开始 然后我跟我太太也很快地 成立了协会 搬到非洲去住 在这么多的困难 在这么多的挣扎过程当中 其实我是蛮常想要放弃的 而这个放弃不是说就丢了就跑了 而是说OK 可能协会已经走到某一个阶段 我几乎每一年都会跟我太太说 是不是做到今年就好了 学校已经盖的够多 水井已经挖的够多 现在团队也够成长 茁壮 其实我的离开 大家都还是可以继续运作 我就累了 可以到今年就好 可是我觉得 就好像大家所说的 上帝都会用不同的方式 跟我们对话提醒我们 所以我记得不久前之前一段时间 我的员工呢 就是在我们 我心情就是觉得说 有点累的状况之下 他又传了一个照片给我看 就是刚刚这个 哇 他传了张照片给我 然后告诉我们大家 就是说 我们又挖了一口井了 是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拿到一杯干净的水 对 然后跟肮脏的水 这是他们平常在喝的水 然后 他们平常真的就喝右手边的一杯 对 他们平常就真的在喝这个 可能会放着沉淀一下 然后喝上面的 对 那我的同工就跟我说 我的员工就说 我们又挖一口井了 又有两千个 又有三千个孩子 可以喝到干净的水 可以活得下去 所以每次听到这样子提醒之后 我就会转头跟我太太说 要不然再做几年好了 就鼓舞了 对不对 那个鼓励到来 有啊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很多时候在 非应力组织的工作里面 我们的确是有这样子的荣幸 到最前线看见这些被援助的个案 它是可以提醒我们的初衷的 就人家常常说的嘛 有时候累到 累到最后的时候 你要提醒自己 为什么一开始要开始 对 所以那个初衷可以帮助我们 继续往前走 累到最原始的时候 对 对 谢谢 赵辰 是 困难真的很多 但是恩典就会显得多 对吧 大家总觉得就是 特别像我们刚在成立的时候 其实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是 当我们跟政府讲也罢 或是跟企业募款也行 其实都吃了很多闭门羹 他们讲 是大人 好家好手 也要帮忙嘛 我们每一个人的邻居 同事或是亲戚 一定有身心障碍的家庭 你自己去想想看 那你不要扯进求远 就是说 你从你的乡 你亲戚去 那我们就诉求 一年有一天 这是最大的倡议活动 那基本上就是让 不只是说让父母 可以走出来 我们有一个slogan叫 父母走出来 孩子才有希望 那我们就期待 从父母如果成长的话 他就可以来影响这个社会 那其实我 天使经文 我们只要在互动里面 都少不了另外一族人 就是志工 那从志工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的回响 那刚刚的题目是 遇到什么困难嘛 其实困难很多 太多困难 但是我们先集中在这几年 为什么困难多 恩典就显多 我记得就是说 从2020开始 你看我们都是很多的线下活动 线上根本就是 没有太注意 因为大家互相有互动 才有感情嘛 那之后同工们就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 所谓的摄影器材 我们在台湾又有个五个服务处 那我就想 好像不准备不行 结果一抱上来 一个价钱还蛮高的 因为我不懂 他们说要买这个 要买那个呢 因为每个 可能每个家长 在每个地方 他们有自己的活动 要举办这样会比较好 那那个估价 当时就几十万 就放在我桌上 我就想 神啊 根本没有这个预算 然后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如果结束 马上结束就不用买了 对不对 你要瞧不瞧 另外一个同工是 这个公关部 他说 赵神哥 有一个外商公司 他打电话来 他说 他们想有一笔款项 支持NPO买摄影器材 我跟你讲 更惊奇是怎么样 当我们 下一个月 他 我们就说 我们要 我们要 我们真的要买 他说他们合一个项目 他也没有问说 你要多少钱 巧的是 一个月之后 他寄来的钱 刚好是我们要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小孩这些孩子 被关在家里 不能出门 都不能出门 其实你像 特别是像我们 所谓的隐形障碍 自闭症的孩子 那父母会 真的是会受不了 那 真的真的就所谓的 穷则便便的通 我们就想到就是 那要不要像 有一群 我们最后就跟 世大特教的一些教授 我们就 就想 那是不是 这个 让他们来录影像 当有这样想法的时候 有一个企业 他刚好也愿意 就是几百集的 这个视频 然后有这些教授 无论你是什么障别 无论你是什么期间 是 是早疗期间 或是什么就学期间 或是就业 就养 通通包 就是几百集这样录 然后当 这个开始上市 给这些家长之后 你才突然发觉 神是使用疫情 这困难的时候 因为突然 有金门的打电话 有对岸 有马来西亚 你根本不会想到说 这个东西 就变成国际化了 对对对 然后这个 而且都很专业 对 那现在稍微 这个 疫情比较稍减的时候 那个联络就 越来越 越频繁 就好像在为下一个 好像 下一个阶段 来铺路 然后呢 这些我们所谓的父母 我们期待我们很多 这几年来我们培养 就如同 他本来是 本来是受住者 我们就跟家长 在我们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 是你被住 自住 然后你要住人 在为下一个阶段里面 就像这一样 这样子 你会修行的 感谢观看